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出本活动的操作变因 主要控制变因与应变变因 一 操作变因是 盐酸的浓度 二 主要控制变因是 大理盐的颗粒大小 三 应变变因是 反应速率 想一想 哪一烧杯的反应速率最快 推论其原因 答 装有1.0M 盐酸的烧杯反应速率最快 粉状大理盐为主要控制变因 故反应速率与浓度有关 浓度较高的盐酸 反应速率较快 探讨活动二 大理盐的接触面积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操作变因 大理盐的颗粒大小 主要控制变因 盐酸的浓度 应变变因 反应速率 所需材料 粒状大理盐3公克 粉状大理盐3公克 1.0M 盐酸 40毫升 50毫升烧杯两个 25毫升两桶一个 活动推理与预测 说明你如何选择大理盐材料 并预测反应现象的差异 应选用相同质量 不同颗粒大小的大理盐 作为接触面积不同的比较 粉状大理盐反应速率较快 活动步骤 1. 以25毫升两桶 量取1.0M 盐酸各20毫升 各别倒入两烧杯中 2. 将粉状 粒状大理盐各3克 同时加入两烧杯中 活动观察 观察 观察装有不同大理盐的两烧杯 反应现象的差异 想一想 哪一烧杯的反应速率最快 是否符合你的预测 答 装有粉状大理盐的烧杯 反应速率最快 符合预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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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